刘德华电影日记 周星哲唱的《危机航线》片尾曲 明天我在你身边挺好听的第四集 其实我在电影《危机航线》的片尾曲出来之前 我一直都希望是华仔来唱的 不过9月20日 官方公布的片尾曲是由电影主演周星哲来现唱的 明天我在你身边 周星哲我在华仔开演唱会的时候 抢票时候才知道周星哲这个人 但是他的歌实话实说 因为华仔的电影《危机航线》 我才第一次听明天我在你身边 会去听是因为这部电影 但听过之后 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 具体怎么更好听呢 来跟大家随便聊聊 明天我在你身边 这首歌的开始的旋律很舒服 让人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非常简压 非常放松的旋律 不得不说前奏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前奏可以用来下次做视频哦 整首歌的歌词围绕的是电影的故事本身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当我们坐在电影夜 看完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 我们眼睛也酸了 也需要休息 调整一下了 于是这个时候 当有些观众正在离开的时候 我们闭上眼睛 静静地静着片尾曲 脑海中浮现刚才电影的情节 会不会感觉到电影的片尾曲 也是打动我们观众的一种方式呢 周星哲的声线呢 比较柔和 不是那么的浑厚 刚好这种竖琴歌曲 用这样的声线来演唱会的话 我感觉还是挺好听的 不过可以听出来 周星哲是用了喉咙唱法 在假音切换的时候 也比较自然 气息很稳 这次公布了片尾曲 不知道会不会有 华仔的什么推广曲 如果有的话 我个人感觉 华仔有一首歌 还是很适合推广的 就是爱你一万年 啊 你想啊 电影危机航线的 主线故事 还是爱 因为华仔爱自己老婆 爱自己女儿 所以她一个人 与一群劫机犯斗争 最后预告片当和女儿当 老婆当都是爱 所以又爱你一万年 作为推广曲 我感觉会很棒 不过 明天我在你身边 这首歌 我在网易云一月 看到评论 我笑了 一群零零后 或者九五五后年轻人 在评论区都是别爱太满了 刚分手啊 终于发新歌了啦 还有就是喊话周星哲开演唱会了 其实 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挺好玩的 他们不知道这是电影 危机航线的皮尔维曲 但是他们却知道周星哲了 周星哲今年二十九岁 在九五 零零后圈子里 他的歌声都具有一些影响力 所以这次宣传方 制作方选择周星哲来唱主题曲 不选滑彩 也是综合考量市场因素 因为我们三十多岁的人 看到的世界 跟二十多岁的人 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一许我们喜欢滑彩 就希望滑彩包办片尾曲 可是我们有时候也要明白 一部电影是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因素的 所以 百花齐放 我认为才是对市场的发展 最有帮助的 一直有人不明白 滑彩为什么能活四十多年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滑彩一直不断地 保持年轻的状态 你看危机航线的合作演员 张子峰 齐楚笑都是现在年轻一代的 一个00后 一个90后 都是吸引年轻一辈观众的演员 滑彩的粉丝群体年龄 比张子峰 齐楚笑的粉丝大点 然后一部作品 能够覆盖到的粉丝年龄层 就会比较宽快一些 票房上的收入 观众群体就会更广一些 当然电影市场主力追 消费群体永远是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没那么多考虑 花钱潇洒 开心就好 救助华仔这次电影 让防能够突破我意 明天我在你身边 感兴趣的也可以倾听哦